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梅兰千娜 莲花定坤 莲花定坤问的 师尊佛安 师尊开示说过 姚子金母是大罗金仙 未同如佛 师尊又在文集中写过 曾经见到金母显现成佛的样子给师尊看 弟子也读到这篇文章 心中深感金母所发现的佛 既是伟大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与西方金母仍是同体 只是在佛道两教 发现成为不同的形象 度化众生 所以请问师尊 金母发现的佛 是佛就是阿弥陀佛 两个本尊是否属于同体而不同的发现 感恩师尊 他在问 他是这样子 阿弥陀佛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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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那一个是在西方的昆仑山 公公之上 遥辞仙境 那两个本尊是不是属于同体而不同的发现 他问的是这个问题 我到今天还没有想过 真的 不过有一点我是可以确认 现在我在做的牵梢法船的超度 就凭着遥辞仙境母跟阿弥陀佛的力量 遥辞仙境母阿弥陀佛 然后呢 观世音菩萨 大师至菩萨 还有地藏王菩萨 靠的就是这几尊的力量 来做牵梢法船的超度 第一个出现的 是遥辞仙境母 他加持我 然后我变化本尊 就变成阿弥陀佛 就变成阿弥陀佛 这个 如果这个 阿弥陀佛跟遥辞仙境母 是同体 然后不同的显化 这会引起佛教跟道教两界的 两方面的争论 这个两方面的争论 真的 因为在台湾 有些人是这样子 佛教就是佛教 那要是金母列成什么 那是一种民间信仰 跟马祖 天上圣母 天上圣母是民间信仰 列为民间信仰 要是金母下降在花莲 那么要是金母的那个慈肺堂 偏步前台 几千个分堂 几千个分堂 那么王母 也是姚之金母 也是姚之金母 但是下降以后 因那人的关系 王母就变成圣安宫 但是在花扬光大方面 是姚之金母的花扬光大 比较大 王母娘娘的花扬 就稍微小一点 就好像几百个分堂 王母的分堂 几百个分堂 姚之金母的分堂 几千个分堂 在台湾是这个样子 那姚之金母下降的地方 这边就是慈慧堂 那边就是圣安宫 但是在归类方面 一般的学者把王母娘娘 姚之金母归类为民间信仰 是属于道教 属于道教的民间信仰 那这个阿弥陀佛属于佛教的 是属于佛教的 纯佛教 纯道教 但是台湾 台湾的人很喜欢 把这个佛道都一起尊敬 你说在观音园 观音 供奉观音的 里面也有很多的道教的 道教的神子 你说在龙山寺 龙山寺 龙山寺是公 主尊是公奉 观世音菩萨 那里面也有天上圣母 还有观公 很多的 也就是很多公庙 里面也有佛像 但是第一个 启示我的是姚之金母 然后在启示当中 要是金母出来以后 再来就是阿弥陀佛 再来就是地藏王菩萨 我只能够这样子讲 这很简单的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在世间上的事情 佛教 道教 辱教 辱 是孔子 孔子是人 圣人 但是也有把它归类成为一个教 叫辱教 其实有的人讲说 孔子 本身就是孔子的教化 所谓叫辱教 而不是一个宗教 但是也有人到最后把它变成宗教 所以就变成孔庙 台湾的第一个祭孔大典 像台中市有孔庙 很大的孔庙 高雄也有孔庙 台北应该也有吧 对啊 也有孔庙 就变成庙 孔子啊 就是大成至圣先师 大成至圣先师 就变成神 变成一个神 孔子就变成神 变成为神 所以这个 怎么讲呢 你说阿弥陀佛就是姚子亲母 姚子亲母就是阿弥陀佛 那我 我的本尊就变成一尊 变成 变成 姚子亲母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姚子亲母 就剩下两尊 剩下地藏菩萨就少了一尊 好啦 我问一下吧 姚子亲母 跟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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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祂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不可说 这样回答你啦 不可说 很难讲的 真的 你说道教也分了好多派啊 你知道道教有多少派吗 派别吗 他主要的派别有三 第一个张道林创的 就是天师道 天师道 第二个 就是张角创的 张角 张角创的太平道 张角 第三个 李山道院创的 李山道院创的 道教有三个派 道教有三个派 后来呢 这三个派呢 最早的道教是三个派 张道林 张天师 张天师 这是天师派 第二个是张角 第二个是张角 是太平道 太平道 他有三个兄弟 第三个 就是李山道院 李山道院 李山派 后来道教变成多少派 六十二派 道教有六十二派 那么现在呢 分成南派北派 南派北派 这个南派 就是张道林创的道教 天师 天师派 天师 天师派 另外呢 就是 前真教 在北京 北派 就是前真教 现在在中国 白云观 北京白云观 是前真教 前真七子啊 你看金勇写的小说就知道 金勇写的 那前真教 就是王重阳 王重阳 跟着 秋长春 王重阳 秋长春 秋处基啊 王重阳 秋处基 那个就是 前真教 跟呢 其实道教的 大大小小流派 一共有六十几派 这些化现不同啊 佛教也很 分成很多派啊 大家也知道的 好多宗啊 十三宗 这 Mellon China 电话订坤 给你回答是 不可说 不是我回答的哦 我不敢随便讲 是寝室 他跟我讲 不可说 不可说 那就不能讲了 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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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